我們需要上面的衛生翻譯 跟我們直接對話 一開始我也不了解這個病 一直到社會政治處呼籲 每一個國家都要小心 沒想到就是剛剛講的 上月初就進了台灣 要三月底的時候就知道 這個叫做SARS 他們稱為非典型肺炎 當時醫界都不了解SARS 是多可怕的疾病 所以才會引起很多的院內感染 最後來採取封驗的措施 話一說完 和平醫院便火速關上大門 同時拉起封鎖線 結果沒想到封的方法是整個醫院封起來 我說不對 這樣會封死人了 後來我們發現說病人越來越多 勢必要再找第二家專責醫院 我說當然三重醫院 因為我知道那兩棟確實可以做一個很好的溝通 我就直接打電話 請示宿縣長 他馬上就說 沒問題 那我們來開幾期會議 請你來報告 當時我的心情非常的純重 三重仙利醫院那麼小小的一個社區型醫院 要治療這麼多的重症的病人 事實上會有非常大的一個困難 反對的人非常的多 大家很害怕 為什麼是他們 很快蘇縣長有打電話給我 他絕對全力的支持我們 而且是實際上的行動的支持 台北縣立三重醫院即將成為SARS專屬醫院 16號下午 來自全省各地被徵召的60位醫護人員紛紛來報到 那蘇縣長在一個命令之下 所有縣府團隊 迅速地就找了一些專業人員 公務局就是整間醫院的這些設施 員考試呢 就是說我們有視訊中心 有媒體中心 所以這個負壓隔離病房 在很短的時間裡面就開始改建 時間之內把整棟樓 通通改造成一個SARS的隔離病房 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要回家就大家平時要當小尖兵 絕對都要有一個羅斯松 一松的話大家只好瘋願 那我主動要求留在院內 跟大家在一起 因為我是牙科的醫生 也許我不會看 那你要幫我當公有什麼東西 我就是留在裡面陪大家這樣子 一起來奮鬥 要活一起活 要死一起死 那個時候的想法是這樣子 成為SARS專屬醫院的台北縣立三重醫院 正式啟用 四周圍上警戒線 得帶第一個SARS病人送進來 加油 第一位病人進來 副理人員 第一位上去接 我們經過前院的視訊 大家鼓掌 大家歡呼 大家認為不比這樣 總長的消息說 他沒有看過一個醫院的那個 士氣這麼高 所以我們最後SARS結束的時候 我們院內已經感染 院外居民沒有半個人得到任何人感染 對 到後來我們看得很感動 我們臨機就幫我們舉牌加油 所以那個時候就覺得說 萬眾一心 大家團結 我現在想起來 還是會很激動 他會有這些 階段力做得非常好 指示他的團隊 來幫助我們三重醫院 出現了這些 我是非常地肯定的配 他可怕就是衝衝衝啊 那大家一起衝啊 我上面在努力 我們也在努力啊 在這麼恐慌的時候 要每一個人就相信說 絕對平安無事不容易 所以他用他的領導的努力 在那邊發揮的淋漓精致 他目標就是 保證國民的健康 很安全 好 大家就來做外丁瓜了 被牽那個SARS王子 三重醫院的複雅壁 恭喜啦 這一輩子最有幸運的就是 弄到這樣的一個成果